夫妻吵架 谁有耐心 谁就能解决问题 与朋友做生意 不管受到伤害 你只要有恒心 谁有恒心 谁就能把这个生意做好 所以我们做人 就是要在忍辱当中学会精进 一定要忍辱精进 夫妻实际上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相爱 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争吵 第三个阶段 就是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谁有这两个字 谁能把你的家庭维持 谁没有这两个字 你就家庭破裂 刚才跟你们说 第一是相爱 第二是争吵 最后这两个字就叫忍耐 一个小笑话 是真实的 在2001年 一名妇女到法院里 提出离婚 带着一个鹦鹉到法院去 她说原因是因为她家里养着那个金母 鹦鹉啊 学蛇的嘛 她不断的在说 离婚 离婚 忍耐 忍耐 再忍耐 再忍耐 你知道 因为她的太太听到鹦鹉 经常讲这句话 她就怀疑她的丈夫 在打电话的时候 跟她的外面的女朋友说 我一定会离婚的 你要忍耐啊 你看看 结果她就怀疑她的丈夫 带着这个鹦鹉 居然她还来到了法院 我们暂且不说她有没有 mental disorders 就是有没有精神病 我们说她的行为 因为她的丈夫 她提出离婚 结果法院不同意 她就不停的回家 就跟她的丈夫吵啊 吵啊吵啊 最后 丈夫真的在外面 就找人了 而且真的离婚了 这就是没有智慧啊 所以把别人往好的地方看 那就叫正能量 把别人往坏的地方看 你的心中就拥有负能量 我们学博人 必须要有正能量 什么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看 因为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 而明天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 因为明天因为有婆的指导 一个人的悲剧 往往是自身给自己造成的 一个人的家庭的悲剧 这是你的性格和你的心态造成的 很多人 很多人为什么会失去家庭 永远不满足啊 看见自己的太太觉得老了 觉得不中用了 看不起她了 多可怜啊 想一想啊 不满足 很快的就不在乎 不在乎就面临着失去啊 所以要懂得平衡心态 看着太太老的时候 你也去照照镜子 难道你会年轻吗 平衡就是一种智慧 对世界上不管什么事情 人的心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内心 一个是外心 看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如果夫妻吵架 我咽了 我不想跟他过了 这个时候是因为你的外心 然后本性站出来说话了 他不容易 跟了我这么多年 吃了这么多的苦 没有关系 吵一吵 过两天不就好了吗 这正心就出来了 所以人要平衡 靠着自己的本性来平衡 用现在的话讲 就说碰到任何事情 用你的良心 做你的护卫吧 多用自己的良心 就会启发你自己的本性 多用你的本性 就会引发出你的佛性 要学会宽容 要学会包容 要学会用佛的慈悲 来随缘 这个世界的任何事 都是空的 随缘就好 今天我拥有了 那就是我的 今天没有我的 如果我得到了 那是不安的 所以抢来的东西 一定会被人家得回去啊 所以真来的不是你的 而随缘来的 那才是你的 能够让你在人间 获得心安理得的 那才是真正你的 随缘随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